有告诉你说分子式就是要表示 组成从物质里面的元素的种类跟数目 种类就是用元素符号表示 数目前面告诉你的根价表 几个要配几个 你跟你说了 那么但是 那到底要怎么样把它写出来呢 那我们根据几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写的时候 金属元素写在前面 非金属元素写在后面 氯化钠 氯是非金属 钠是金属 所以金属写前面 MA 氯CL写后面 所以叫MACL 这个意思叫做锈化银 银是金属 锈是非金属 所以写作AGBR 金属写前 非金属写后 如果我是氧化物 氧化物的氧写在后面 氧化酮 CUO 氧化美 MGO 氧把它写在后面 把氧写在后面 然后 根 根所谓的碳酸根 硫酸根 硝酸根 根写在后面 但是氨根例外 你看到氨根的氨是金字旁 所以表示它的性质像谁 性质像金属 金属要写在前面 所以氯化银 写作MH4 CL 氨根写前面 氯写后面 金属在前 氯异在后 但是其他的什么硫酸根 碳酸根 根都写在后面 氤氧化钠 钠加氤氧根 氤氧根在后面 MAOH 硫酸铭 硫酸根写后面 MGSO4 这就是基本的原则 根写在后面 氨根例外 酸 什么酸 什么酸就是 氢加上酸根 所以呢 氤加上酸根 所以氤写在前面 酸根写在后面 氯酸是氤加氯酸根 HNO3 盐酸就是氯化氫 HCL 但是有一个是例外 CH3 COOH 这个H就是氤 前面的就是畜酸根 CH3 COO 那叫畜酸根 但是我也看过 有人就写H CH3 COO的 有一个看过 有一个这样写的 但是大部分 我们都写成CH3 COO 把氤写在后面 只有这个算是例外 其他都是要氤 要放在前面 那另外下节期 会教有气化合物 有气化合物基本上就叫 碳氢氧氧的秩序写 先写碳 再写氢 再写氧 葡萄糖 C6H12O6 C6H12 就是它的 就写法就这样写 这叫做英文的化学式分子式的写法 按照以上的原则 去把它写下来 这个是英文 那还有一个叫中文 中文的我们的念法 我们的写法 通常是跟英文是倒过来的 好 这类的叫做CA 瓜乎OA是瓜乎2 英文是先写干 再写氢氧根 中文就叫做氢氧化干 氢氧化干 中文叫碳酸钠 英文是MA2 CO3 MA在前面 钠在前面 CO3在后面 所以通常中文跟英文的视频是 包括来的 是相反的 这就是中文的名称的写法 以上告诉你说 我们实际上的分子式该怎么写 中文该符合命名 是这样做的 好 请写出下列的化学式 我们这里的化学式 没有特别的说 都指的就是分子式 绿化甲 绿 负一价 甲正义价 是根价表 告诉你 我建议你背 如果你不背 你就得十倍 十计 一个负一 一个正义 所以呢 一个配一个 所以数目就是一比一 一个绿配一个甲 所以我们就一个绿配一个甲 所以我们就写作 KCL 金属写前面 非金属写后面 所以绿化甲的分子式是KCL KCL 下面一个叫绿化背 绿 背 绿的是负一价 BR负 背是正二价 BA二正 但是老师说过 配的时候价数要一样多 所以要一样多的话 就是负一要有两个 正二一个 所以它比例是2比1 要有两个绿 这样才会有两个负 配上一个背 这样有两个正 二负配上二正 这样才会相等 所以它比例是2比1 所以两个绿要配上一个背 所以我们答案要写作 BABR2 BA金属写前面 绿背金属写后面 绿要两个 所以要写上一个二 所以绿化背 写作BABR2 写作BABR2 好 再来 碳酸钠 钠是NA症 碳酸跟CO3二负 CO3二负 所以呢 负的有两个 钠的有一个 要配起来价数要一样 正一的就要两个正一 这样才会变正二 才会跟二负能够配在一块 所以呢 它比例要是一比二 一个碳酸根要配上两个钠 一个碳酸根要配上两个钠 这样才会变成一样多 正负价数一样多 所以 一个碳酸根要配上两个钠 所以我们就要写成 NA2 CO3 金属写前面 根写后面 所以就写作NA2 CO3 这就是碳酸钠的写法 请问 有问题吗 没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